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都会有政治斗争 行业内部也都会有 让利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足够复杂的时候 政治斗争会越来越复杂 而且在某一些时期会激化 比如说在蛋糕做大的时候 其实政治斗争会比较趋于缓和 不论是公司内部也好 或者是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地区也好 因为大家都有的吃 吃得更好 但是当盘子做的不大 而且是在收缩的时候 这个时候麻烦就来了 因为谁都不想自己往里的被别人给抢走 于是在分荡高的时候 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公司也是 国家也是 但是有一些情况不一样 比如盘子比较小 像公司的斗争 比如说我们看百度联想 像百度这两年麻烦比较多 股价跌的也比较多 主营业务也不断的被尝试 很多的像微信这种就烙开百度 就不进入搜索市场 他的爬虫抓不到 这样的话他很多人他觉得 在里面斗争已经没有意思了 他主动退出来 我根本就不跟你们玩 但实际上这里面说的利益格局 利益分配 意思是什么一个意思 你要么退出来 你要在里面你就搅 就是这么斗 就是分荡高的时候很痛苦 这里要我说一下 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斗争 是全世界最精彩的 可能还都没有之一 不管是说横向还是说纵向 我感觉中国政治斗争 可能都是最激烈最精彩的地方 也许有之一 也许没有 看大家自己的理解 因为我有几个看法 前面我们有提到过几集 就是说东亚人的智力 智慧程度比较高 智商比较高 理解问题 其实有时候是很深刻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很长时间是没有科学文化水平的 就是文化素养有 但是科学认知能力不行 所以我们对科学的认识 实际上是最近40年才建立起来的 那天眼论那个时期 包括在就是100多年前了 岩父他们那一段时期 自己缴了一段时间 但是那个程度很低 比例非常的低 而且他们自己也就是学 在西方学了一个比较皮毛 就算自己是大家 你回来也是取高贺寡 根本就没有大学的教师 都不一定有这么高的科学文化水平 何况是一般的国民 所以说真正有科学文化水平 是最近40年好 但是我们注意到实际上 中国人对宗教对一些比较虚的概念 他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你骗不了他 比如我们竟然会说我们中国人 走到什么庙就拜什么神 就是他没有什么特定的神要拜 但是他知道我要求一个什么东西 求一个心理安慰 其实他心里知道我是一个求一个心理安慰 很多人都是抱这种心态的 不光是说几十年前Mr.毛搞了这么一套 破四旧 当然有巨大的作用 但是还有一个 比如我们看我一直说西游记里面的 西游记的核心的主旨是什么 其实他有很多比如说封建社会很腐败 有点黑暗是不是 但实际上一个非常关键的落脚点 就是嘲笑宗教 道教跟佛教的争斗 道教跟佛教相互抢地盘 最后还要嘲笑一下佛教里面拿冷饰 是不是 想要寻找点贿赂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吴承昂老先生他早就看明白了 虽然说我不懂什么炼丹 不懂长生不老 不懂生物 不懂化学 不懂物理 我天庭是什么样的 跟我学的月球 嫦娥有没有嫦娥 这不懂 但是不重要 我知道你们是在骗我 是吧 我这个就可以了 就你们想着法子 从我在拿好处 这一话 就是我们前面有一句话 叫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如果 你在跟一个人爆发争吵的时候 他突然间拿一本圣经出来 或者拿一本古兰经出来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或者金刚金 什么道德经之类 你会觉得他站在道德高地 还不是一般的道德高地 他站在宗教的高地上 你发现这个争吵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当然如果说我们就宗教争吵 这个当然要看谁更正确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发生的是在菜市场争吵 就是因为鸡毛蒜米几块钱 因为一个钱的事情争吵 他也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你怎么办 其实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 我有搞线下活动 是不是 有时候我会听一些比特币的朋友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但是他们可能打心里真的是这么想 他自己都相信了 我跟你讲 吕老师 比特币是一种信仰 比特币是一种信仰 不是 我真的觉得应该是一种金融产品 我不说忌骨传花 这种传销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既然上市了 在期货市场交易 我觉得它是金融属性高一些 可能会是不是合适一点 但他一说这是一种信仰 我觉得是 对 我觉得也是确实他技术非常的不错 于是这个话就 不是说没办法继续聊下去 你看我这怎么说 就是这个问题 你一旦把它信仰搞上来 但是我说了 中国人什么 利益 利益放在前面 信仰 信仰可以说信仰 但是我们是行而上的东西 但是你不要拿信仰来骗我 骗我的钱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 所以政治里面就是 我们就说实大实的 你别跟我搞这个 所以说什么 其实中国我觉得一直以来 他虽然说封建社会有利用儒家的思想 但他其实是政教分离的 他是政教分离的 他会说我治理国家什么儒家 能以理智性这一套 然后遇到自己皇帝说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又说军权神兽 又搞这种又搞这一套 他实际上用各种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同志 但是他就不跟你搅和在一起 他看得很清楚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我觉得是也是因为中国比较大 比较大利益才比较多 利益越多 他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 可能性越多 那么他就越旁根错节 这时候你要理清楚就更需要战略智慧 需要战术技巧 你需要很多方面的能力 需要很多的积累 需要很大的关系 你需要很多很多 才能把这一盘东西给他理清楚 所以我觉得国家大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因为国家大 比如说我们说东亚 刚才说可能智力智慧程度还可以 在世界明珠智灵 但是日本韩国包括像我们看现在台湾地区 包括香港地区 就大家如果说在台湾香港有待过 我就比较明显感觉到 就如果我们同样比出租车司机的眼界来说 上海跟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眼界 就要比新加坡比香港比台湾的要高 这是我自己比较亲身的体会 甚至一些他们更 因为他的范围就更小 比如说台湾他担心的是大陆这边一个 怎么样的变化 香港也担心大陆这边一个形势有什么变化 但是中国他很多出租车司机聊天 那他考虑的是我站在北京的位置 我要为国家考虑 我要站在东亚的位置 为亚洲为全类类考虑 但是这个站位又不一样 而且这个国家大了之后 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日本跟台湾 包括台湾地区 包括韩国 包括像这些地方 它容易受到其他大国的影响 就我们是一直说朝鲜半岛很可怜的 你看那两兄弟 朝鲜跟韩国 日本地区大国 中国现在新崛起的世界性强国 俄罗斯世界性强国 美国世界性强国 他夹在一个中间 非常难受非常痛苦 于是你不管怎么努力 你盘子不够大 你容易受别人的影响 你政治斗争王起来 花样容易受到旁边的人的影响 就不是你排局的人自己玩 是旁边的人带着你玩 是吧 是其他种族的人带着你玩 但中国不一样 它是什么 地方太大了 比如六七十年代 如果说其他国家乱成这个样子 美国跟俄罗斯 是吧 早就搞进来了 你这国家我找个借口 我天天都想找借口弄你 结果你国家乱了是不是 我赶紧找借口弄你 但是因为中国太大了 六七年到七七 六六年到七六年 你太大了 就算你出任何问题 他也不好搞 也不想管 最后就是你自己搞 那你就自己内部去斗争 你跳出这个坑 不像一个你离开一家公司一样 那么简单 于是在里面一锅粥在里面炖 就是我们福建最有名的那道菜 叫佛跳墙 在里面几十种佐料 在里面一直炖 好 还有一个我说的就是 中国的历史比较悠久 像比如说有一些套路 然后中国的套路很多 但是大家都玩的比较熟了 比如第一个造访了谁 陈胜吴广 他喜欢说什么大楚心成圣旺 旺是什么 是被动词 是一个文学 就是我要称王 大楚心成圣旺 这个说法其实不止他 基本上中国想要做皇帝的 或者做过皇帝的 都会给自己找一个 或者史书史光给他找一个 就是他曾经是一条龙 他老妈出生的时候 头上有多少什么样 有什么样心象 是吧 这一切东西大家都在说 说着说着 其实你相信 也就是他自己相信 然后逼着大家来相信 你成功了 大家就相信 你不成功就没人相信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种包括掏掠 包括可以操作的方向 包括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 都是你信就是信 不信的话 就是我信你一个鬼 因为这背后的含义在这里 你说你是条龙是不是 当你有权势的时候 你就直路为马 你说我就是条龙 他要不服你 你就把他干掉 是不是 时光要是不这么险 你就把他干掉 但是你说打心理 他相信你 他不会相信你 要你失败了 你再跟他说你是条龙 他一巴掌就拍死你 你是你这个小虫子 你还说你是条龙 这个东西 最后就变成一个实力的比较 所以我刚才说 这几方面理解来说 我觉得中国的这种政治斗争 我说的不光是说 自己横向的现在当代的 包括以前古代的 我们这么一看起来 应该说中国是比较独特的 比较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第二部分 我们再聊点其他的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中国富豪 有很多有跑路的倾向 或者是也有一些被关起来 有一些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被关起来的 还是居少数吧 这个跑路的可能占一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 也在这个国家里面待着 但是 可能大家心里会有一些不满 那我觉得我猜测 可能有几个地方可以改善一下 这种不满情绪 比如说 我们觉得这个产权的问题 那产权的问题 应该说也解决的差不多了 比如讲 一般的你买房子 这个房子基本上成了是你的 说是70年的这个产权 不是永久的 但是基本上这个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以后也就这么延续了 这是一个就是说社会主义 跟资本主义的这个说法的问题 你非要说中国是社会主义 也可以算 那你说他从市场经济的这个角度来理解 有资本家有资本主义 这个应该说也算 所以70年产权也是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这里仍然 因为这个东西就涉及到解释权的问题 所以到底是信资还是信赦 最后就是谁力量强的人说了算 就我们跟他说的 谁政治斗争赢了 就谁说了算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看这个局势的变化 就是谁赢了 我们要听他的 他说咋办 那我们就咋办 但是这里就是一个灰色的地带 这个灰色的地带 要越来越明确的去把它解决出来 就是我不管怎么样 我有个兜底的 我不会说有些事情我肯定不会做 我肯定不会说无缘无故没收 或者说这70年我要让你交多少多少钱 这都是一个 比如说70年的产权 那当然是中产阶级 包括小资产阶级 他比较关注的一点 因为他的财富主要在房产上面 但是大资本家他担心的是什么 他的股份改革 他的担心的是社会变动 担心的是统治阶层发生变化 这个是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产权 我觉得透明度也要提高 比如说我们给很多小资产阶级 给很多富豪 一个是社会名望还不足够 那另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产权还是有一些地方没给 比如说我们中国海洋线有差不多 18000千米是吧 这个非常漫长 从大概从渤海拉下来 一直到广西的北海这边 这么漫长的海洋线 其实海岛有很多 但其实很多的富豪他喜欢去国外玩 去海岛玩 或者去国外买海岛 国内的为什么不开放 可以好好的开放 像游艇这些东西都可以好好的发展 这些的话 其实有很多富豪在做 但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能让资本家搞的把海岛买下来公拍竞价 我看前两年实际上在做 但是我觉得这事情没有推进 我说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把这些富人想办法 让他自动自发自愿的留下来 你不能说我是吧 我让你限制出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让你的钱出去 其实整体来讲相比其他国家 按比例来讲 中国富豪移民出去的比例其实不高 就是我们前面一直举的例子 如果说阿根廷经济发展 如果说泰国经济发展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顶层的富豪精英 包括很牛逼的专业人士 他们移民到美国到欧洲的比例有多少 绝对会大于中国 因为刚我们前面说的政治问题的时候 就说到中国国家太大了 他可以腾挪的地方太多 是不是 可以排列组合的利益的地方太多 他总有一个地方 总有一款适合你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不愿意走 北京上海的大爷们老爷们 我认识的朋友们 他们都不愿意走的很多的 所以从比例来讲走的不多 但是还可以做的更好 是吧 你要让他自己愿意留下来 周商群岛的某个小岛 或者造个岛给你 只要你愿意给钱 你把浙江最贫困的问题全部覆盖了 你去周商群岛往东边走 你想圈多大给你造多大 是不是你只要解决问题 那么给你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产权的问题 实际上他暗暗的有人在做 比如说我们看有位郭先生 他可能在北京的社会越来越比较大 其实有人在 但是我们也应该公开的让他做 已经算是 你不要一口气说 我就是资本主义 但是你可以做 你解决 你只要为国家你纳税 你解决这个地方的贫困问题 或者说你这里创造多少就业 我就给你这么适当的一个条件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要给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跟认可度 就这我一直说到西方资本家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你打西方的统治阶层 基本上是你落在棉花上 明选的政客给你打 打了之后 他上去之后他下来了 像个打公仔一样 但是西方的资本家 你打得着他吗 你骂一下德国宝马公司老板看一下 有没有效果 这个法国的开云集团 他们旗下的奢侈品也非常的不错 包括LV 美国的像索罗斯 索罗斯还稍微名声差一点点 你像巴菲特 比尔盖茨这些人 你都是崇拜他崇拜的不得了 是吧 你包得掏心挖肺的 你们都是大神 是不是 他们实际上是社会影响力巨大 非常正面 但是这里说回来 中国很多富豪在过去积累财富的时候 有一些人是很肮脏的 但是这个时代过去了 有一些人可能早就被洗掉了 这个财富已经转了好多道手 他慢慢的就被洗白了 变得干净了 可能到了他儿子手上 那你不能说他老爸犯了杀人犯的案件 你让他孙子来追究 说你孙子 你曾经继承你爷爷的财产 你也是个杀人犯 这个 就是这个钱不是那么干净 但是你要这么一直追究下去 这事情就没完没了 是吧 那追究的话 可能追究到他爷爷 到他父辈也就差不多了 就这个资本家在西方的影响力 是很正面的 就是发财致富是我们追求的 但是因为他们法治的时间长 有钱的时间长 这也是事实 对 但中国人变成是什么 有钱的都是垃圾 你们这些人贪赃忘法 是不是 跟光源汉泄一气 你们这些人都是垃圾 真的我就看不惯你们 我真是这个实在是自己没办法 要不然我早就移民 我不理你们了 就是这种 就是最后就是知道 富豪他其实他也心里很紧张 但这的话 我觉得这个过渡慢慢的 比如说这个变白的过程 当然这个变白过程你要 你不能说真的杀人放火 让你变白 是不是 也不能说你这个真的 你当代你换个方向 我们看到有一些富豪 这个杀人放火 然后改个名字 换个身份证 过个五年 过个二十年变成亿望富翁 那这些当然是过于 严重当然是要追究 但是一些时代的问题 比如投机倒把 这种罪名 对吧 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 说他是倒卖了一个什么东西 被判刑五年 那国家赔偿说要赔几百万 那这种的话肯定是要洗白的 那有一些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有争议的 比如我说一个有争议的 这个组织卖淫罪 这个的话当然可能有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我们要细细的分 如果涉及到未成年重罚 是吧 但是涉及到正常的这种情况 罚的要看就要看怎么拿捏 是吧 如果你这个刑罚应该重点 把它往未成年的人倾向 比如说你引诱未成年来干这种事情 这个应该要重罚 是吧 这个情况就要分细 要看的更仔细一些 还有我觉得第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最重要的一点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海岛的问题 很多透明度的问题 有时候在具体负责执行的人身上 他有一种心理 就是以前的这种光本位心理 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也是中国在未来前进里面 需要过的一个精神障碍 就是我们说的物质上面 工业上面 这个世界应该说离不开中国了 这点应该没有疑问 这点如果你要参数来做空的话 不容易成功 但是在精神上面 我们以前说了 中国的文化产品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丰富 还有一个就是光本位的思想 确实有些严重 比如说我做光做这么长时间 为这个比如说我去浙江的例子 我为浙江省创造了这么多价值财富 我作为这里的一把手 我都没有去搞一个小岛 你凭什么 你在浙江比如说你富豪在排名前50之后 是吧 你连马云都爽的上 你差不多就够马云提鞋的 怎么你搞一个这么大的海岛 在里面晒着沙滩 找个这么漂亮的小老婆 躺在沙滩上 还有第二个老婆躺在沙滩上 这不行 我不劈 我不能让你那么爽 我要这个鞋条子 我要怎么努力 一个科长一个处长 就把你摆平了 但实际上这个话就要相互尊重 如果他前来的震荡 他不是带一个幼女上岛 你应该说这个事情 你就只能让他就这么做 因为大家是公平竞争 你有本事 你也可以辞职下海自己创业 你既然选择了党的事业 就要像10亿一样 是吧 要跟着国家走 要为人民服务 那当然大家还是支持的 是不是 那你为人民服务 是你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声望 跟社会地位 但你不能想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比如就我了解到福建 浙江广东都有这样的情况 家里有人做生意 是不是 比如说有三兄弟做生意 其中有一个会有一个安排 就把其中一个儿子安排到单位去上班 一个是平衡一下 这个叫平衡一下风险 还有一个可以相互帮忙一下 有时候是吧 这个官员也可以帮忙一下 那你做生意的兄弟 有时候有点钱 也可以帮一下 这有一个不是很好的例子 因为这个人特别优秀 曹德旺先生 他自己实际上是非常OK的企业家 但是这个 当我说就这么一说 就这种心理不是很好破除 这个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要社会更多的变革 但实际上中国的整个工业能力 生活水平 跟社会的发育程度 慢慢的开始已经达到这个条件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一个 思想解放之类的这种 才能真正的 让中国慢慢的更加的成长 因为这种成长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国庆 现在很多人我们都知道 有一种基本的模拟方式 就是跟美国竞争 未来可能有几个方向 中国输了吗 第二个方案 美国输了吗 然后面的几个方案 就是中国跟美国 大概看怎么样平衡 但中国要想不输的太惨 不完全输 精神不能瓦解 不能被打击 不能崩溃 但你光靠党的信仰 这一靠党赃的话 我不知道00后会不会买赞 90后会不会买赞 好像80后的话 比较心情比较复杂 但00后我就不知道他们 10后不知道会不会买赞 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分庭抗理 你要跟美国一样牛的话 一个非常繁荣的文化市场 一个非常健康的 要把官本位剔除 这个是很难得 这个是很难得绕过去的 这个几乎是必须的 好的 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聊到这里 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前半部分说到了中国斗争的问题 但其实问题也比我们分析的可能要更复杂 但我们简单说一下 就是国家大了 历史悠久了 内部斗争的可能性 再加上智慧程度 从以前历史的原因素看来 就是很激烈 而且就是很丰富 所以说到只要中国的有相当的实力 真正玩起斗争来 我估计也不会比其他的国家差 第二部分我们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富豪有往海外走的倾向 但从整体比例上来讲的话 可能比很多的发展中国家 还是要强一点 比它很多后发国家还是要强一点 它还是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面 从按比例来说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仍然很多地方需要修正一下 比如产权的问题 产权实际上已经是私有化 但是私有化 它是有一个定夺 定夺权的问题 定夺权它仍然是模糊的 仍然是胜的人赢的人就说了算 这个是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给这些富豪一些人 一些震荡的富豪要宣扬 就是西方的资本家 他们是很正面的角色 中国的资本家往往是十二不赦的 对吧 挣了钱就是坏人坏蛋 这种要社会也要给他一个认可度 也要适度的引导一下 而不是说是不是的爆出来一个生意冷 一个正常积累的有钱了 就被扒光了的这么一个情况 正面没有 负面倒不少 这个就不太好 还有我们最后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八九千万的是吧 要现在国庆时节 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 心态要做出调整 是吧 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说能够跟美国分禁看力 关键是有两三个心魔要去除 比如说这个光本位思想 这是一个大的心魔 要想要一个什么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文化能够文化市场能够繁荣起来 能有好的歌手 优秀的艺术家 是吧 能够有更加博爱博大的这种精神 好的 那我们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